中沙有500多間食肆 卡拉OK30多間 大小夜總會20多間 酒吧各百間 對的, 香港以前做生意真的很好執行 連大地都這樣說 現在都很好執行 你看這間又執行 那間又執行 每間都執行 不但很好執行 真是有執行 近日觀塘進業街的紅茶冰室都宣布 8月15日就結業 他又執行? 大家都大為驚訝 心想不是每天都排隊都做不住 所以連日都有大批觀塘友去捧場 差不多所有蛋撻、麵包都一數二空 場面非常壯觀 講起紅茶冰室 因為價錢都算7萬 所以深受打工仔的歡迎 而且看回往跡 他是疫情後第一批懂得利用 售孔書向大陸的 宣傳香港的食肆 所以很多內地的 都落到來香港 都當然是蜂擁而至 不過雖然他在疫情的時候 堅持要大家打針 和有安心出行才讓你進去 不過疫情之後 大家都繼續熱烈追捧 全港觀塘11間分店都經常有人浪 生意長做長有 明明這麼好生意 為何會不做呢?大家都很想知道 有傳媒收到封 紅茶冰室和業主在討論續約的時候 建議減租14至19% 只是願意月租45萬至48萬左右 但懷疑最後談不完 結果不續租 只買一間分店 絲爺非爺不得而知 但下手租客已經準備好 傳媒引述消息 另一間茶餐廳品牌 檸檬冰室 將會接手這個店 說開又說 近這兩年 香港本地飲食業的結業潮 都可以說是叫做 從來沒有停過 就連餐飲聯業協會會長 王家和和和哥都這樣說 受到北上消費影響 現時每個月有300間食肆結業 但開業的就不足200間 即是收拾15間 就開10間 為何這麼像阿超仔說的 但反過來 他明明說收拾10間開16間 值得留意的是 正當很多本地薑摺埋之際 反而內地飲食集團 就大舉進軍本港 那些什麼八王茶雞 內雪的茶 反分來到香港插旗 以往香港之所以能夠被稱為美食之都 就是因為他古今中外便宜的 貴的什麼都可以找到來吃 不過現在這樣做 菜式和選擇 往後可能會變得更加單一 這樣看 這樣的變化會有什麼影響 相信大家都可以很容易想到 雖然超仔說 撿10間開16間 但我們相信事實是怎樣 大家應該在街上都有眼見 如果不是 最近阿成哥都不用在英國搞上市 那些建築師又不用叫救命 你明白的 假如情況再下去 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你說如果連觀塘的店舖 都有倒閉潮 那這次就真是觀塘老母 都認不到 關於香港飲食界的前途 你有什麼高見 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記得CRS條片 支持Channel C 繼續出片 2021年7月12號 Channel C由0開始 經過1095天的努力 來到2024年 慶幸仍然能夠繼續生存 繼續為大家送上時事熱話 內容會更加多元化 我們上上下下將會繼續努力 在未來盡全力做到 盡知天下事 唯有Channel C 不停營成 不用問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